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这一生 我等的好长 从懵懂少年到孤独的往 这一世我爱的好伤 任你把剑插进我胸膛 我的战马飞踏 为你拼天下 你的琴弦不动 伴我笑天涯 愿为你设江山 为你斜开家 愿牵你的手 陪你到青丝点摆放 那胡傲的冰影 咽不住紧缩的泪 方向的一吻 吹不住风干的泪 不记得岁月 素吻似念入睡 此吻来世如露 从不尽 爱的路回 上满天落花 笑颜相随 我坐下了 快五 天鹊 我们还走吗 别担心 我会给陛下写一封信 把我们了解的情况都告诉他 他会处理好的 可我还是有些放心不下 我们总得要适应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 什么是普通人 普通人就是天塌下来 要高个儿撑着 睡吧 明天开始我们就收拾行李了 好 娘娘 李太医来了 臣李思年叩见娘娘 今日前来特为娘娘请脉 都下去吧 是 李太医 李太医 在 好迈吧 是 娘娘请伸手 儿子 末 儿子 娘娘 你这个麦香 我该怎么给你下方子啊 李太医这样 能把这麦吗 放在这儿 是不是能把得更清楚呢 李太医 你说 我这龙胎能保得住你 难 难 李太医可曾听说过 世上无难事 只怕 有心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ék 娘娘 你已经泡了两个时辰了 要不牛逼进去吧 不行 我洗澡谁都不能进来 你没脑子吗 那 那水该凉了 要不 奴婢 滚 快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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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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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陛下 什么见面 不都是一样吗 没有爱情 不过都是一场 以色相为筹码的交易罢了 知不知 总有一天 我会得到至高无上的权利 让那些亲见我的男人 都死无我葬身之地 你说至不至 小心 小心 这边请 好 公主殿下 此城墙已经整体修上完工 增高有五寸 加厚有七寸 已是天下最牢固的城墙 这新修的城墙果然是雄伟壮端呀 公主啊 这城墙一定要高大坚固 这样城里的百姓们才会有安全感 很好 走 我带你上去看看 好 公主 来 你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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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驸马上任以来 我白蓝城墙 果然日益强健 驸马真是辛苦了 公主 何谈辛苦 来 请到这边来看 公主殿下 请看 这都是白蓝的热血男儿 他们是为了公主日夜操练 今日 就请公主过目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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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驸马为我白蓝立兵墨马 如今已经出现成效 今日 邀请诸位 共同见证我白蓝军威 恭喜公主殿下 公主请看 我等扩建了魏北军 魏莫军 云长军 云蓝军 加之从前的永霄军 永泰军 我军力 扩充了五倍制度 各个都是精兵强将 请公主沈月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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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驸马 是 发功金能 忘 废祖师 鱼 驸马 贵丞相 看了这么久 你感觉如何呢 公主 那七万大军 看似勇猛 银法精妙 可是这其中 掺杂了很多大晋的难民 三十万大军 也只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 公主殿下 千万不可当真哪 陛下 又有什么事 说 因僧残之乱 大晋多敌异动 急待陛下批复 陛下 军中无首 各位将军面合心不合 不知陛下啊 寡人突然很思念朕北王 陛下说的是 龟隐山林的朕北王 是 谢太匪 你觉得他休养了这么久 有没有可能 再次请他还朝 主持朝政 陛下英明 朕北王忠心耕耕 如今局势严峻 非朕北王出山不可 老臣愿亲自去请 如此甚好 就你去吧 我是 平庭做过很傻的事 例如 例如对王爷 有过很傻的念头 有多傻 傻到 我希望王爷对我 不管世事百转千回 都离不开初衷 王爷 今后不管平庭做了什么 都还会是王爷 百般疼爱地拜平庭 是 不管你闻多少遍 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告诉你 是 不管怎样 你都是我宠爱的兵廷 我发誓 你 windshield 王爷 不管平庭做了什么 都还会是王爷宠爱的 排平庭吗 你还敢再问 是你说的 无论我问多少次 是 不管怎样 你都是我宠爱的病庭 怎么了 我没事 没事吧 没事 来 热热喉咙 你怎么这么严重 我取消罪局 明天再找吧 现在太晚了 怕是再一折腾 晚上就该睡不好了 好 明天 那我们早点休息 好 来 我来 刚才 我来 去 我来 出吻 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晚就在窗后站了一小会儿 就渴了一夜 怎么突然又复发了 王爷 王宫里那一剑 伤及了白姐姐的肺液 这冬日寒气逼人的 本来就很难好的 那他这会儿又不肯吃药了呢 你要好好劝劝他 又不肯吃药 好 我好好劝他 行了吧 不用了 他身体太弱了 用药可不能太猛 我知道 你放心好了 还有 怎么了 北杰哥哥 这师父本来说 我这学得挺好的 白姐姐他是我的病人 你这样老是唠叨我 我会很挫败的 来 白姐姐 你的病啊 快点好起来吧 再不好起来 我北杰哥哥也得吃药了 你们好肉麻 别闹了 快给平田好好把麦 知道了 白姐姐 我帮你把把麦吧 王爷 什么事 也没什么事 谢太尉突然来访 我把他安排在书房等你了 谢太尉 好 去看看 好 罪局 用药的时候千万要谨慎 还有 一定要把病羹给我找出来 好了 你别打扰我了 你别打扰我了 冰婷 好好休息 没事不要下床 白姐姐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我之前也只是怀疑等你来确定 怪不得 你不是之前我开的药方 我是该给你换个药方了 对了 北杰哥哥知道吗 他还不知道呢 让我自己告诉他好吗 当然可以了 不过你的身子之前都被你糟蹋透了 从现在开始不一样了 你是两个人了 所以 从今天开始 你的饮食起居都得我来负责 不可谈悲痛青石之声 不可夜吹晚风观星 谢太尉 别来无药 出备节 接旨 五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奉天成运 晋王赵约 自朕被王退出朝堂 归隐田园 寡人慎念 美美思极 叹息不已 大丈夫居士 生当封侯 死当妙食 贤居养智 师叔自愚 庸人所为也 今见朕被王谨医夜景 保育龙臣 于心不忍 今日 特封楚北杰为摄政王 赐姓司马 与王族同尊 亲此 谢太尉 陛下这是何意 王爷 如今局势凶险万分 陛下在朝堂上 已经是左肢右拙 军队农丧 渐渐都压在陛下的肩上 大进危局 只有王爷能解呀 老臣跪去王爷化解大进危局 楚山帮助陛下 帮助大进 你 这 就算老臣求求你了 邪太尉 快快请请 请谢太尉 再给我些时间考虑 白姐姐 你贵为王妃 那你生出来的孩子 就是世子啊 十分尊贵的 那持穿用度就千万不能马虎 对了 之前给你和北杰哥哥 这般嫁妆的 唯品格他们家的东西一应俱全 都是上等的好货 还有好多从翻什么东西寄过来的新品 他们每日四十都会有新货上架 布料啊 款式啊都是最新的 说到这儿 我待会儿就出街 帮你去置办一些 那我置办回来的东西 你都要记得穿啊 好好好 都听你的 怎么了 叹什么气啊 还不都是姐姐你害的吗 我 又与我何干呢 作为一个女人 每天都有一个比她美十倍 不对 每千万倍的女人在她面前 这不是逼着我跳牙吗 白姐姐 白姐姐 你笑起来真的是太美艳了 我都要看醉了 醉极啊醉菊 你什么时候学会贫嘴了 我没贫嘴 我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我认识你我才知道 什么是绝世佳人 我不要当女人了 我要当男人 当个风度翩翩的男人 这样我就可以跟北极哥哥争你了 醉菊啊 陪我出去透透气吧 你看这花开得多漂亮啊 好香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酒 姐姐 你看这花好不好看啊 醉菊 你可知此花还有一个名字 叫什么 叫做江梨 江梨 江梨 来 好吃 吃 你也吃 雪太尉突然来访 是有什么事吗 没什么大事 不过是谢太匯路过 顺道过来看看 对了 刚才我走的时候 醉局还在喂你把卖 结果怎么样 这件事啊 你让八姐姐亲自跟你说吧 也没什么大事 只是受了点风寒 回头醉局给我抓点药 我好好吃吃药就好了 没事就好 醉局 来 多吃点 以后还要麻烦你呢 醉局姑娘 来这个 冰婷 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什么事啊 我打算提早去喂 三天之内出发 好吗 好 好 我吃好了 你们慢慢用 这么快就吃好了 王妃 醉局姑娘 我也吃好了 你们俩慢慢吃啊 白姐姐 你刚才为什么不跟北杰哥哥说 你有孕的事 谢太匯突然来访 必不可能是如他所说 顺道拜访这么简单 若是真有事 是 我不想因为孩子的事情 而影响了他的判断 他不是说三日后出发吗 我在路上和他说便是了 若是真能远离是俗是非 那就好了 我们有所要是 Mafúa 没有签 这个是毒信的 有的人 曹刘是 很厉害吗 您慢走 二位客官 里边请 醉局姑娘来了 姑娘要买些什么呀 小薇姐 今日四十是不是有上心呀 今日新到了一支域外的玉琢 刚好今天是特卖日 只要几个银粮就可以买到 我拿给你看看 好漂亮 漂亮啊 对了 看手折都忘了正事了 你这儿有给有孕之人用的 胭脂香粉和衣服吗 自然有的 这胭脂啊 是用枝子花特别配置的 不伤身子 有孕的人使用啊 再合适不过了 对了 前几日啊 又送来了一批上等蚕丝 制作的衣裳 都是最新款式呢 那你这儿有给刚出生的婴儿用的衣服 鞋子 有吗 那些就是啊 好多达官贵人家的公子用的东西啊 都是在这儿买的 姑娘 你慢慢挑 你挑好了 我再让下人啊 给你送到府上去 好 驸马 腰天 来 快过来 快过来坐下 公主 你着急换我过来有何事啊 腰天亲手为驸马做了一些点心 你快尝尝看 真是你亲手做的 当然是本宫亲手做的 来 让我尝尝 来 怎么样 味道如何 喝 这味道真是好难 好难得啊 美味啊 好吃 油嘴滑舌 真的 有劳公主辛苦做点心 和侠必不负苦心 那还不是因为 驸马这半年练兵有方 白兰军队上下得以焕然一心 药天为驸马做这点小小的事情 又有什么好辛苦的 好 不辛苦 但你知道吗 和侠心疼啊 就会天言蜜语 驸马倒是说说 今后又有何打算呢 静帝残桑大患 鸣心惶惶 不过本宫知道 驸马如此安排 必有用意 药天啊 如今呢 是出兵的良机 只可惜贵丞相阻拦 我只能另想他法了 静帝传来了消息 司马红正在洞原楚北节出山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 本宫 也没有信心是否可以说服丞相出兵 毕竟对手太过于强大 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 有一人 只要他愿意归顺我白兰 楚北节必败 你是说 白兵庭 倘若世上没有这个人 我们或许也有办法 可以打败楚北节 我让你去看这边的拥有 小王 我先去看你 我先去看你 你来看我 你去看你 我先去看你 你去看你 我先去看你 那我先去看你 你去看你 我先去看你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丞相爷是来为驸马送行的吗 禀公主 老臣并非是为驸马送行而来 此次来 老臣是想警醒公主 驸马今日贸然出兵 居心叵测 后果难料 台湾公主以白兰江山社稷为重 我白兰 绝不可以再有战争 丞相请放心 驸马不过是奉命带兵演练 并不是要发动什么战争 先皇的遗命要添谨记在心 绝不违背 朕美 宸明 谢太位 陛下宣你进去 好 参见陛下 陛下 大事不好了 百兰驸马 票起将军何侠 率领三十万大军押境 直指崴禁边界 打尽威夷啊 朕北王那边可有回复 回陛下 这是朕北王叫人送来京城的 请老臣转交给陛下的辞呈 赤城 老臣无脑 未能请东朕北王出山 这一封赤城上 朕北王说归隐之心已决 请陛下勿要强求 想我大军往日东征西战 只有我大军 威压塌底边陲之时 怎料到今日 也有被他人压惊的一天 陛下 如今此局势 非朕北王不可 老臣恳请陛下 再请朕北王出山 大军将他养育成才 如今大军危在旦夕 朕北王必然不会坐视不理 弃大军 弃陛下于不顾 陛下 陛下 你怎么过来了 回禀陛下 臣妾愿为大惊 请回朕北王 请陛下允准 你 陛下 臣妾自知 早年对朕北王和王妃有所偏见 可如今大难当前 并非计较一己私仇之事 况且当初是臣妾的错 而并非朕北王 臣妾希望陛下 能给臣妾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也是为腹中的王子祈福 既然如此 就允了 如果你真的能把朕北王请回来 便重新再授予你 协领六宫之权 臣妾领旨 臣妾领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白姐姐 你是有生育的人了 这些我来做吧 你歇着就好 来 你去世音乐 你愿意 很悲惨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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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说 我来说 你愿意 你愿意 收拾这把锦 当然 这凤铜骨琴乃是绝世孤品 又是你我定情之物 那还不简单 把我们的定情之物 也一并带上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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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